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宋朝有几次 还是有几次规模相对来讲 比较大一点的民变 宋出有所谓王小波李顺 王小波李顺的这场变乱 也是一场反对统购统效的变乱 大家知道主要参与者是四川的茶农 当时朝廷实行博买政策 那么茶商和茶农都受到了伤害 国家是低价强购 不卖给国家不行 那么这样一来 这个茶商就赚不到钱了 农民这个卖的价格也很低 于是就激起了四川的茶农的一次反抗 王小波李顺完了以后 我们现在有些疏松 说宋江也是一次 这个我前面已经讲过 宋江这个事情其实是由于小说才搞得很出名的 这次事件其实本身是很小的一次事件 那么我们就不去说它了 我们真正要说的是北宋末年的方拉 那么方拉起义又是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民变 方拉起义和王安石变法以后 这个北宋这个国家垄断制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知道王安石变法打出来的旗号就是所谓的一间病 就是国家要实行垄断 防止民间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妇人的势力太大 而方拉本人是个什么人呢 他本人恰恰就是一个民间 我们今天叫做 叫做农民企业家 是吧 他是个什么人呢 他是一个祈元祖 在今天那个新安江水库所在的千岛湖那一带 是吧 那是山林 这个山林呢 当时在那里普遍种七树 是吧 而这个七树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作物了 是吧 因此这个方拉也是个很富的人 是吧 而王安石变法以后 这个国家就要打击这些人 是吧 搞了很多那种 那种所谓的 这个这个 国家垄断的行为 是吧 什么博买物 四亿物 是吧 尤其到了这个宋徽宗时期 是吧 王安石变法 虽然要搞国家垄断 但是 大家可能也知道 王安石本人 还是一个比较清廉的人 是吧 他讲 他讲搞 他要搞的国家垄断 老实说 很可能还不是为了 中保私囊 是吧 很可能还是有点那种理想的色彩 但是到了后来 这个国家的垄断 就越来越变成是 是吧 就是那个那个 官商勾结 是吧 其实也不是官商勾结 就是那个 那个 政府自己要创收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这 是吧 因此他们搞了很多名堂 什么西城瓜田索 造作局 书航应奉局 等等 向传国大肆收刮 什么叫西城瓜田索呢 听起来好像很革命 北宋末年 像蔡金铜冠这些人 提出 说现在我们这个 国家 有很多地主 他们太富有 这不行 于是国家发布一个法令 说是 一般的老百姓 只准有多少多少土地 其余的土地 一律归功 然后派出很多人去 去那个 去瓜田 是吧 就是把这些 多余的土地都 收归国有 是吧 那么这个说法 好像听起来也很不错 是吧 但是大家知道 当时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逼阵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这个 贪官污吏很厉害 是吧 跑到一个地方 你假如 不给他贿赂 那你即使土地很少 他也说你是大地主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土改 扩大化了 是吧 就是 好多那些中农 甚至是下中农 是吧 你没有贿赂他 他说你是地主 于是就把你的土地 给拿走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 如果你是真正的地主 也许你贿赂他 他就不没收你 是吧 总而言之这件事情 也是由国家的搜刮引起的 而方那本人 历史上明明白白的记载 说他是一个齐元祖 是吧 由于当时搞花石刚 赵作局履库取之 是吧 说当时的这个赵作局啊 老是要敲诈了一说他 是吧 让他忍无可忍 于是就举兵造反了 是吧 他是因赵作局履库取之 造反 关于方那有一个 很有趣的故事了 方那起义 它是发生在浙江 浙江当时是 大家知道两宋是 文化非常发达的地方 是吧 关于这件事情 有地方字的记载 有当时参与这些事情的人的记载 还有宋慧耀宗 关于这件事情的很多 直接的档案 当时从来没有人对方那是奇缘主 有任何怀疑 但是到了元代 是吧 元代有一位很有名的文人 叫做方韶 是吧 这个人呢 是方那故乡 也就是 也是新安江水库那一带的 一个很有名的文人 那么他写了一个 写了一本书 叫做博宅编 他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 这个方那我听说啊 他不是我们这个穆州人 而且他也不姓方 是吧 他其实是那个 那个安徽 跑来的一个流迷 是吧 他跑到我们这里来 那个那个流窜 到我们这里来 那个那个 那个 搞那些 不发勾当的 是吧 这个话 其实在 啊 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 是很容易理解的 是吧 他作为一个元代的人 是吧 而且他是一个方姓的 啊 穆州人 是吧 他觉得这个贼寇啊 嗯 好像是 对他是有所玷污 是吧 因此他说啊 这个人 不姓方 而且也不是我们本弟弟 他不是我们的本家 是吧 他是 你看看我们以前的那个 家谱啊 通常都有这个特点 每一个家谱都说 我们的祖先是 那个 那个那个 多么高贵 多么高贵 是吧 这个这个 那么因此 是吧 这个 这个元代的人 说这个 方那不是 本地人 而且 也不姓方 其实在中国的这个 中普修 修 修 修转的过程中 出现这样的 说法 其实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明辩中的 两种类型 第一种 就是所谓的流寇 流寇 是和流明有关的 那么流明 又是怎么兴起的呢 从我们今天看到的 情况看 历史上的 流明朝的起因 当然 天灾 战乱 是一个 除了天灾和战乱以外 主要的原因 也是 富裕 负担 而不是 地租 负担 是吧 关于这一点 就是所谓天高 皇帝远 明少 相公多 一日三变大 不返戴如何 但是 导致流明朝的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们的 逐利行为 是吧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农业的 比较收益 比较低 是吧 因此很多人 他们愿意 跑出去 从事非农业 以赚更多的钱 是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 如果政府要 如果他们受到阻拦 就有可能 发生 这种变乱 是吧 所谓的 当时有很多 有很多记载说 是这些人 不特为流浮迹 时所以立之 立之所供区 谋求生理 结党成群 日行月圣 什么叫做 不特为流浮迹呢 流浮 就是逃避赴税的意思 所谓浮 就是浮负 是吧 就是逃避赴税 那么流浮 就是为了逃避赴税 而流亡 请注意 这里讲的 不是为了逃避地租 而流亡 是吧 我觉得逃避地租 而流亡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是吧 因为你要 你要交地租 是因为你要种地 是吧 如果你跑掉了 是吧 你就不种地了 是吧 那还有什么地租可言呢 是吧 因此啊 就是这个 逃亡的这些人 是吧 他们都是为了 啊 朴富 但是 这个啊 呃 这个史料说啊 除了 这个 流浮 以外 是吧 除了为了逃避赴税 和流亡的以外 还有一些人 是基于 利之所供需 谋求生理 结党成群 日新月生 这些人 他们 还有一个动机 就是啊 他们做啊 比如说贩卖 私盐啊 开矿啊 等等 是吧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这个农业的 比较收入低下 是吧 于是 按照市场经济的 这个逐利原则 是吧 他们愿意追求更多的啊 这种收益 是吧 那么当然也会和啊 当时政府的不当干预 发生冲突 正因为这样 历代的这种流民潮 是吧 大量的都是发生在 以自耕农为主的地区 而在租电率最高的地方 是吧 呃 反而 往往是罕见 比如明末的江南 是吧 呃 明末农民战争中 经常 呃 这个农民战争中啊 经常出现 像无相辽东 浪死 免税 不纳粮 三年免征之类的口号 这些号召力 显然也是针对自耕农的 因为中国历史上 前期 如果农民主要的负担 是姚役的话 当时的 不取电客 是不服役的 是吧 那么后期 老百姓 主要的负担是土地税 呃 那个时候 店户是不纳粮的 是吧 呃 店户关心的口号 没有在 这个啊 呃 这个农民起义中出现过 而当时的农民起义 还有一种类型 就是所谓的土扣 我前面已经讲了 流扣 都基本上是穷人为主 尤其是流民为主 卷入流扣事件的领导人 即使是精英人物 往往也是商人 知识分子 或者其他人 是吧 比如小军官等等 通常都不会是地主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土地是没法带走的 是吧 呃 如果一个人是土豪 是吧 是地方豪强 是吧 是拥有土地 而且这个土地成为他啊 呃 抵抗的一个呃 资本 是吧 或者说是招纳呃 呃 那个豪杰 是吧 呃 的资本 那么这些人往往是不能离开 原籍的 因此啊 土扣的中间经常都是地主 或者说是非法的兼并之徒 但是这些地主 他如果会造反 通常都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他们一般都是 没有优免权的平民地主 或者说平民富豪 是吧 因为他们假如有优免权 他们往往就是和朝廷站在一起的 是吧 不会去造朝廷的反 正是因为朝廷的恒争暴恋 主要是针对他们 是吧 而且他们又没有优免权 不能回避这种争恋 而且大家知道 那些有优免权的人 他们回避了的负担 实际上主要就是 加到他们的头上 是吧 因此他们起兵造反 就是应该说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是吧 那么庄主与庄客 就是明代史料中讲的所谓 租债庄店和其他的本地村民 就是土扣的主要成分 土扣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他们既抵抗官府 但是也抵抗流扣 这个道理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他们代表了地方利益 而且尤其是一些地方上的豪强 那么这些豪强第一 他们嫌政府恒征爆量 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要造反 第二 他们也认为流扣到处打劫 当然会也对他们构成很严重的威胁 因此这个历朝历代 如果土扣和流扣同时发生 你会看到很有趣的一种关系 是吧 就是这个土扣流扣和朝廷之间 形成一种三角关系 这三角关系 是吧 我们看到啊 它往往是啊 随着不同的利害冲突而演变的 就明代而言 在崇祯15年以前 呃 这个河南 山东 河北和安徽北部的一些地方 都有大量的土扣 是吧 那么这些土扣通常都是一些山寨啊 就是那个庄主带领庄客 呃 阶层的山寨 这些山寨 都对官府 是吧 呃 呃 进行抵抗 是吧 都是反贼了 是吧 或者说啊 都呃 都成为扣了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流扣和土扣 在崇祯15年以前 基本上是 井水不犯河水 而且经常形成一种 事实上的 呼应关系 史记中叫做流土交互 就是这个流扣和土扣 都构成对朝廷的威胁 可是很有意思的是 到了崇祯15年以后 朝廷在这些地方的统治 基本上都解体了 是吧 呃 大家知道 明文农民战争 闹得越来越厉害以后啊 朝廷派到当地的县官 派去的都跑了 呃 继任的都不肯来 是吧 因此这些地方啊 都处在了无政府状态 是吧 很多这个 呃 这个土豪啊 实际上已经是 就是没人管了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反而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到了这个时候 河南山东 这些土豪 纷纷都 所谓的旧府了 是吧 都接受了朝廷的招呼 是吧 都接受朝安了 啊 这种受朝安 显然不是因为 害怕朝廷的 那个力量太大 因为朝廷 其实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能力去 去镇压他们了 是吧 那么他们为什么 朝廷很厉害的时候 他们不受朝安 到了朝廷 已经管不了他们的时候 他们反而受朝安了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当时对他们来讲 流寇的威胁 变得比朝廷更大 因此他们愿意和朝廷联手 来对付流寇 而且当时的朝廷实际上 也已经不可能向他们 征收什么东西 是吧 连县官都没有了 谁去征收 谁去征收这些东西 是吧 因此 这个明辩如果发展到了 土扣和流寇 发生冲突的时候 那么你的确倒是可以说 这个时候就带有了 贫富冲突的 性质 是吧 因为我刚才讲了 土扣主要是 那个地方豪强 是吧 这个流寇 主要是一帮 那个 那个流迷 是吧 尽管其中也有 什么像皇朝啊 那样的食言贩子 是吧 但是他们一般来讲 都不是地主 是吧 可是 这里我要说了 虽然土流关系 你可以说 是贫富关系 是吧 但是 土流冲突 是吧 你可以说是贫富冲突 但是 你不能说是主电冲突 是吧 因为和土扣发生冲突的 并不是他们的电户 而是外来的流民 而这个外来的流民 我刚才已经说了 他们本来也不是电户 是吧 而且大多数是有土地 但是种不成的 那些抛开了土地的 是吧 那些农民 因此 流土冲突 的确带有 贫富矛盾的影子 但是你不能说是 主电矛盾 而且啊 在当时的明末 这个时期啊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那就是 当时主电矛盾 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江南 而江南发生了很多电变 但是江南 没有发生明变 而北方这些地区呢 只要发生了土扣 我们都可以断言 那个地方的主电关系 应该说 都不是太坏的 是吧 因为 只有不是太坏 你才可能产生这个 地主衰领 电客造反 这种现象 是吧 如果 这个地主和电客 本身是水火不相容 是吧 那就根本不可能产生 我刚才讲的这种现象 是吧 那么这里头啊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实际上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中啊 有三种 矛盾 有三 矛盾的三个方面 是吧 由于中国是一个 中央集权的 这个 专制主义国家 那么一方面 这个朝廷和老北姓 有很大的冲突 另外一方面 我们经常讲 所谓强龙 压不过地头蛇 那么这些地头蛇 也就是所谓的豪强 也和朝廷有矛盾 同时这些豪强 他也欺压北姓 因此他们和北姓 也有矛盾 在反映 中央政权 与地方豪强的矛盾的时候 我们中国传统有一个名词 叫做酷吏 这个所谓的酷吏 从司马迁开始 主要就是针对豪强的 以替皇上办事 对那个地方豪强 是吧 采取强硬态度 著名 是吧 因此啊 这个豪强 酷吏和北姓的关系 是当时社会矛盾中 很有趣的 一对三角关系 是吧 我们下一堂课 可以对这三角关系 做一些分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